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同级别当中也是比较好的 在轮胎配置方面呢 这台车采用的是15英寸185宽度的这个轮胎 可以见它就是一个定位经济实用的一个配置 就不是说追求操控类型的 对这台车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 就是它两侧都采用了电动侧环门的设计 轻轻一扣 车门就会自动打开 对乘客出入车辆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逼住这个位置增加了一个扶手 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 进出车辆都会很方便 这也是日系MPV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优点 来到车内呢 你就不得不佩服本田 对于空间利用率的这一个发掘程度之高 首先就是它整个中控台的设计 跟一般的MPV也比较接近 然后用料方面呢 也主要是以这一个硬质的材料为主 没有什么特别 在同级别当中也是一个主流的水平 但是它在储物空间的设置方面 应该说是同级别 同档次当的车型当中最多的 而且最实用的 接下来我们数一下 总共台有多少个储物格 首先是在这个方向盘前方 有个储物格可以放钱包 可以放手机 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票据 放进去 然后呢 在中控面板这里 也有个储物格可以放钱包 也可以放手机 然后这里有一个杯架 这里还有一个杯架 也可以这样子放手机和钱包 在附加死位这里呢 也有不少的储物格 所以说呢 整个中控台我们数一下是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光是中控台它就已经设置了八个储物格 来到第二排的话 你可以看到首先它的地板是纯平的 所以说三个位置的话 腿部空间都是比较宽大的 同时它的前后排距离也是比较宽大 那么它这个座椅呢 可以进行两档调节 这样子是座椅最前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前排空间也是比较空域的 然后调到最后的时候呢 这个靠背的角度也可以支持多角度的调节 如果要进入第三排的话呢 这里支持这个一键翻滚的功能 这样形成一个比较宽大的进入口 然后我们进去的话也比较轻松 这样子就能够直接进来了 来到第三排的话 应该说是很多用户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我身高一米七 然后我在前第二排座椅调到最后的情况下呢 我的腿部是没有什么空间了 基本上会顶着前排座椅的靠背 但是我的头部空间呢 依然非常的宽大 有超过一拳 多一点点的距离 所以说我不会感觉到有压抑的情况 同时它的横向宽度也是坐的是比较宽的 坐下两个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 MPV的用户还会关注一个点 就是它在七座的情况下 它的后备箱容积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正常七座的情况 它的后备箱还能放下一个24寸的行李箱 再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杯囊 应该说它在储物空间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台车的驾乘感受 应该说本田Fit呢 它不是一款定位说操控很好的一个车型 它主要是一个用于城市代步使用的家庭MPV 所以说你上手的话 你能感觉到它是一个很轻巧灵活的一个操控表现 方向盘的转向呢 力度很轻 但是很有质感 而且它整体的这一个 在弯道中转向的精准程度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在停车脖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巧 在高速的时候呢 你又不会觉得它太过漂浮 但是悬架表现的话 因为这台车它的车身比较高 所以说在弯道当中你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侧倾 你不适合是以一个很高的速度去进行一个攻弯 或者说是进行连续的一个变向 如果你高速过弯的话 你会感觉到它的侧倾还是稍稍大一点 这一台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搭配CVT变速箱呢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说它在加速的过程相当的平顺 车速的变化跟你的油门踏板呢 它是保持很好的同步的 你踩多少它那个车速就提升多少 你松油的话它这个车速就会慢慢的降下来 这样子对于日常在城市中驾驶的话 你是能够很轻松的去掌握这个车速 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一套动力系统做的最让我满意的地方 另外呢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台车 它的视野非常的开阔 它每个窗口都比较大 在前三角窗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开口的面积要比一般的车型更大 所以说你坐到这个车内的时候 你不会担心说有哪些地方你会看不到 或者说你要担心在停车驳位的时候 有一些死角啊或者是一些盲点会干扰你 其实在这台车上面倒不会有这种感觉 整体驾乘感受的话会很轻松而且很休闲 就特别适合你出外郊游 你可以看到外面很好的风景 当然如果我们进入一个高速路段的时候呢 你要想它给到你一个很强的一个加速性能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稍稍有点欠缺 比如说我现在全力加速 你只能听到发动机就是很吵 转速已经上到5000多转了 这个引擎的轰鸣声很大 但是整体的这个提速的这个感受呢 比较平淡 没有一个明显的推背感给到你 车速的提升也是相对比较的缓慢 当然对于一款家用NPU来说可能你用车的时候 家里会很多成员坐在车上 你后排坐着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你不需要说一个很强的加速感 如果你换到S档的话 它首先第一个表现就是整个发动机转速会从一两千转马上提升到3000转 哪怕你是在松油的状态 它也会保持在3000转 然后你全力加速 车速的提升呢 就是要比原来更快一点 就整体的动力响应会比原来要更加的活泼 更加的兴奋一些 依然不是那一种很有驾驶机型的一个风格 这也符合这台车的定位 它就是一个让你在城市通勤代步使用的车型 Honda Fit就是一款定位经济型的7座MPV 如果引进大陆的话呢 它的价格区间应该是处在10至15万的一个级别 应该说在同级别当中 它有自己的优势 首先它的这个车身比较小 比较灵活 同时它的车内空间的利用率非常的高 坐7个人进去呢 不会觉得很拥挤 而且它在储物格的设置方面 应该说是同级别做得最好的 不单止数量多 而且实用性都很高 在驾程感受方面呢 它的这个操控比较灵活 而且整体的这个行驶质感也做得不错 比较适合于注重经济性跟实用性的朋友 谢谢大家